第二不设当偶像的是 他不掩饰自己感情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喜欢谁他不掩饰 他讨厌谁他也不掩饰 这两个对于当偶像来说是致命的 为啥 第一个 所谓喜欢谁不掩饰 是指他的恋情 你咱们都知道 成龙当年 说要跟林凤娇结婚 说日本有个女影迷 卧鬼自杀了 给成龙这边吓的 这不敢了 不敢公布这消息了 刘德华 自己的这个爱情 隐瞒了24年才敢公布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很多粉丝来说 偶像就是自己的这个 婚姻幻想对象 你看现在网上宅男女神的 国民老公的什么的 很多粉丝有幻想 觉得我在我的梦想当中 我能跟他结婚 但是一旦偶像要真结婚了 这梦想就破灭了 那得了 我再换一个偶像 我再幻想吧 你可能就流失大量的粉丝 所以作为偶像来说 非常忌讳的是 公布自己的恋情 张国荣这点根本不在乎 他刚开始红的时候 就相中的跟他一块主持节目的 一个女演员叫毛顺君 他开始追求人家 向人求婚 毛顺君那时候他十八 吓坏了都 后来就不敢跟他接触了 一直到92年 两人拍加油喜事电影的时候 才开始重归于好 才开始再度合作 而那时候张国荣对媒体从来不掩饰 得不得不得把自己这谈恋爱事 求婚的事都说了 包括后来他跟米雪的妹妹 叫雪梨 两人谈恋爱 她也是 包括送的什么礼物 裙子之类的都跟媒体说 这雪梨呢 米雪的妹妹 咱们看过那个 古天乐呢 把那神调侠侣 他在里边眼里没仇 问世间情是何物 只叫生死相许 仇命 陆郎 还记得这首词吗 仇命 我们又见面了 是啊 我们又见面了 陆郎 一别十五年 别来无恙吧 就张如荣对这个事 个人感情的事 从来不瞒着 甚至更极端的是 他同性朋友 很多张如迷都知道 叫唐赫德 两人在街上溜的 被媒体拍到了 张如荣索就直接 拉着唐赫德的手子 这就是我朋友 我男朋友 怎么了 他根本不去隐瞒 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从这点来讲 他会使很多粉丝 感到绝望 就说这是我梦想中的男神 你看他跟别人好了 如何如何 所以这一点 张如荣从来不太悟 所以我说 他不掩饰自己的感情 第一个 喜欢谁 在爱情世界里 他不掩饰